你們正在看的是玩具TV 好了,來到第七集 已經講了一大部分 來到第七集,講到第二個方法 我會建議的,或者不是建議的 有第二個方法我們可以考慮 但其實我之前看到 用什麼方法按照你自己的習慣 或者按照你的期望去做就可以了 沒有一個方法是最好最適合的 上次講價值投資者的方式 這次就講了一些叫做開心派 那開心派哪些呢? 我就不講哪些了 德哥算不算開心派? 都很難說 它可能有一個很大的系統 儲起了產品名稱、價值、入貨期 產量多少 那些它可能有了都不定 我不知道 那當作開心派是怎樣呢? 就是很開心買回來 又買多個相片 翌日可以換回賺點錢 又或者其實我不是想這樣 買回來開心 但又不想扔 那我放在這個倉上 而我很多錢 很多地方 舉個例子 沒什麼壓力 好了 那我就存到我脫坑 退休 不玩 甚至或者就是 第二天百年歸老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便留給人 那留給人 其實是不是一個財產呢? 既然你是開心派 我就說 你的錢已經花了 花了你已經開心了 那你是開心派 你就未必要有一個額外期望 這個成為我後人的紀念 或者成為後人的資產 第一個肯定 我不同意的 它紀念你的人多 紀念你的遺物 對不對? 它對著你的遺物 它不會對親人 不會比你更加有感情 所以那些事 你對它來說 它是負擔多於紀念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留給你的愛人 去做留念 你千萬不要這麼想 你開心派的 你也想開心的 除非它跟我喜歡玩玩玩具 否則我建議 你就不要要求它留下一些東西 幫你送給人 捐給人 扔掉它也好 這樣才是開心派的 既然開心派 就不是投資的價值 既然的話 就不要花時間在這裡 在這裡怎麼辦 我有些什麼 不要想 錢我有得花 花得起 小了就算 我不想扔我白天的地方 都要付錢租 好了 日後百年或者退坑 我買了一會 最好一炮過 給了二手店 我都說我不是幫二手店 去做廣告 因為我 當然 如果你問我 我可以推薦一些給你的 重點是 你在開心派 到那一刻 你退休 退坑 又或者已經不在這裡 親人水 怎樣 拿著賭物 私人不開心 反而不如一次過 幫你完成了 維園 不要扔掉它 不要當是垃圾 這樣就可以了 除非你說 我扔掉也可以 這樣就最簡單 如果不想扔的 就一炮過 給了一些 適合貨的人 幫你處理 他可以是朋友 他可以是 玩具店 有時候那些朋友 收不到的 現在不是叫你送兩件給朋友 你是整個倉 看得到你節目那些 起碼你都過百件收藏品 是不是 即網上收藏品過百件玩具 無端端塞給你 你擠不到的 過不了開關的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有玩具店 二手的人 幫你搞到 而你的親人 也可以一次過給他 所以那一刻 價值就不會高 但好處就是 他一次就幫你拿走 他不用煩 親人不用煩 而最後可能 都換到一些價值回來 他也心裏便安樂 不要說 遭到一個 愛人 親人的一番心機 做這些事 不過 這個親人的遺願 已經說得到明 你不用幫他 賣得很貴的 或者很升值 這樣大家開心 最重要是 走了一個安心 是吧 作為小孩 親人覺得處理得好 是 也是一種安心 那就最開心 你去玩樂派 所以玩樂派的朋友 看到這段影片 真的 不需要想太多 你想有沒有錢玩 想有沒有錢 裝起他們 到你走 脫蝦一會兒 你又不要計太多了 因為錢已經小了 你開心完了 用一個最有效率 最快的手 也可能要拿回一些本的方式 那就最佳了 就不要糾纏 又要賣貴 但自己又沒有空 賣給人又不能寫 叫人幫你做 你又移民你收費 這樣的話 你只不過把這個問題放大了 甚至你那一刻 你那一刻也不玩 脫蝦的 那你快快手手 脫掉它 算了 這個我個人經驗 這個也不是地道生意 不過真的 你找二手店 不是遲 說真的 有些手店是幫到你的 那你就用 你覺得不想被人責 你就自己做 你自己做 就要付出另一花時間 你想想成績吧 好 今集到這裡 我是Brian O 我是Toyz TV 這個是玩具啟示錄 希望幫助大家 歡迎大家留言 分享 電視性的一定會歡迎 甚至會回應你的 不等死的 無言中傷的 就不會的 不過沒有什麼 很感謝你們 謝謝 拜拜 Hello 我叫SaiSaiBuds Living Pan 你在看的是Toyz TV